大家好,我是炫耀 歡迎來到神魔三國智的世界 今天來介紹一下我們神魔三國裡面的兵法系統 那在之前的前面幾集影片當中 有介紹過一些路版的推薦陣容 然後還有一些人物角色的強度分析 那有把一些角色全部陣營裡面 大概從T10排到T2的一些排行榜 那如果有些新手在選角 然後或者是一些老手想要換角的時候 如果對角色有一些技能或是強度方面有疑問的話 也可以看前面幾集的影片 那今天這集我們就來介紹一下兵法系統 那兵法系統是我之前本來就想要介紹 因為之前自己在選兵法的時候也不知道選什麼 因為這個遊戲的兵法真的很多 有夠多 那想說彙整完資料確認完 就是比較詳細的資料之後再介紹給大家 久沒想到兵法系統的資料這麼雜 所以研究了一陣子之後 大概才能確定大概哪個角色用哪些兵法 以上的話就是彙整的資料的一些參考 那不是完全正確 因為自己也目前還沒有很強 那就是一些自己的使用的心得 還有一些網路上的一些大神推薦的一些 就是兵法的選配這樣子 好 那以下就當參考 就是當聽聽當作參考就可以了 OK 那先來講一下好了 這個遊戲有位屬神魔嘛 陣營 那角色大致上可以分成 爭議型 簡易型或輸出型 那爭議型的話就像是我們的神諸葛 就是一般可以上一些buff的角色 這種就叫爭議型 那或者是像華陀 比如說像華陀他有人心 也可以有免傷的效果 就是給自己的武將上buff的就是爭議型 那簡易型就是給敵人上一些debuff的角色 像比如說魔這影的角色基本上都是很多debuff 像比如說魔張春華 他就有降那個敵人的治癒效果啊 或者是像魔貂蟬這種 就是 他會給對方上一些降debuff的效果的一些角色 那就是簡易型 魔張春華啦 或魔貂蟬這樣 那輸出型就不用講了 那輸出型就是你的那個就是專家打別人在用的嘛 就是攻擊手 那攻擊手這個遊戲就可以分成物理攻擊手 比如說關羽 或者是魔關羽這種物理攻擊 菜刀隊 那還有或者是一些法商隊 像比如說是神龐筒 呃不是 這個啦 神龐筒 就是法商隊 那 依照每個武將的一些不同處性的分配 那所用的兵法也會不同 那今天就來介紹一下我們兵法的一些內容 那來 先來介紹一下兵法 那兵法的話 一開始進來之後可以 這邊會有 那個兵法的銅籃 那預覽的話 這邊是全部的兵法 那可以看他介紹是 這邊是所有兵法的技能內容 然後可以靠兵法禮物或者是龍魂獲得 龍魂就是可以去我們商店直接去買我們的兵法 那同類型的兵法的話是不能重疊的 他只會按照最高級別來生效這樣子 那等於說如果你要升級的話 那就是你要把初級再升成中級 然後高級 然後最高級是超級這樣子 那就是總共有四個等級的限制這樣 那屬性的話一樣你是用兵法領物來 就是兵法的專屬技能是用領物來獲得 那龍魂的話他是不會獲得的 OK 那目前一般台版現在剛出完 目前大家都是 那個在挑兵法上面會有一些那個困難 因為真的是太多了 那簡單分類的話 把整個兵法簡單分類 就是我們可以分成攻擊型 那還有防守型跟治癒型 那現在講攻擊型好了 攻擊型的兵法一般就是像我們的 物那個武力 假設是攻擊型又分兩種物理跟法傷 那攻擊物理的話就是譬如說像武力啊 或者是像那個物連 物理的那個連擊 就是物攻的話會有20%機率出的連擊 那法傷的話一般就是法連 就是一樣法攻 法術攻擊會有20%的連擊 然後還有一些增加法術的一些的那個 攻擊的強度 比如說像武力就是物傷加5% 那法傷的話就是 在哪裡 法傷 法傷 在哪裡 出擊法力 就是法傷加5%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些暴追 比如說暴擊的時候可以追加攻擊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攻擊的角 前面這邊就是一些攻擊的技能 就是兵法 然後還有一些致命提高暴傷的 暴擊暴傷這些 那這是攻擊型 那防守型的話就是一些抵抗的一些 那個像比如說鐵壁 鐵壁鐵壁鐵壁在哪 啊金剛也是 金剛也是 就是可以降人家攻擊的啦 或是讓人家的那個自己的那個 防禦比較高 堅韌也是 抗暴 抗暴抗防 然後還有一些減傷 免傷 就是這些防禦型 那再來是那個輔助型 鐵壁在這裡 就是物理傷害減到5% 就是鐵壁 那就是前面是攻擊型 然後這邊是防守型 那再來是輔助型 輔助型就是一些補血的 比如說最常用的就是醫術啦 就是可以增加治癒或被治癒的效果這樣子 那還有一些功能型的 比如說像是破甲 降低人家防止癒的啦 或是嗜血 打一打可以吸血的這種 那大概分技能大概 兵法分成大概這四種吧 攻擊型 防守型 然後治癒型跟攻人型 大概分這四種 好 那現在就從我們最常的 鐵壁角開始介紹好了 我們的鐵壁角 先來介紹一下我們神諸葛 我們神諸葛 他是方式 就是輔助 那神諸葛 無用置疑了 神諸葛就是我們最強的輔助 就是鐵壁角 那 諸葛的話 基本上他的兵法 基本上就是一定 第一個 他一定是要 在隊伍裡面一定是醫術的 就是一定要第一個出手 盡量讓他第一個出手 因為他 神諸葛最強的是 他可以加攻擊 然後又可以加暴擊 就是 他可以加攻加暴 然後最主要的 他又可以上盾 就是他可以上八卦陣 然後他可以摊傷 他可以就是讓我們的角色摊傷 所以 他如果不是醫術的話 如果對手都打完的話 然後你才去給人家開八卦圖 然後全世界都打完了 剩小貓兩三隻 所以這個 那個陣的 開的盾就白開了 所以基本上 加攻加輔助的這些角色 基本上那個速度一定要快 一定要先給打手們上這些Buck之後 然後讓打手去攻擊 所以神諸葛又有摊傷的八卦圖 所以他基本上一定要一速的出手速度 所以他的兵法就不用講 就是一定是上我們的 呃 誒 這是 基本上他的兵法就是一定要上我們的敏捷 這無庸置野 還是要上我們的敏捷 那敏捷一般提到最高之後 大概還有一些可以加的 大概就是一些鐵壁 比如說因為他是輔助嘛 那他不管攻擊 所以他有可能會被狙擊 所以他一般會上鐵壁 那最主要的還是敏捷 一般輔助就是要先出手 先出手幫上完Buff跟上完盾之後 之後他第二個考慮的要點就是他要活下來 所以他就上鐵壁啦 或者是像神機 神機這樣 啊金剛也可以 比如說像金剛也是可以降低那個 物連法連的一些傷害 那神機在哪兒 啊這個 神機 活躍開始的時候 有可能清除掉自己的負面狀態 那目前如果台版現在只開到11等 路版之後的那個 兵法好像可以開到 可以裝7個吧 6個還7個 好像可以裝到7個 那目前台版11等只有開放到2個 所以一般神助狗的話 一般就是裝敏捷 那敏捷裝完第二格 一般就是裝鐵壁吧 大概是推薦這兩個 那敏捷是最主要的 敏捷這個兵法 基本上有的話就買吧 因為兵法 敏捷的話算是幾乎所有的輔助 或者是連打手都會需要 所以敏捷是算最實用的一個兵法 那如果在商店裡面有看到的話 你就可以買這樣子 因為他生 要生兵法的話 要相同的兵法去生 比如說 那個初級敏捷 我要生終極敏捷的話 他需要三個敏捷的魂域 再加上龍魂域 1萬 然後才能生到 那個終極的敏捷 所以 敏捷又是所有兵法裡面最需要的 所以 有看到 商店有看到敏捷 就是比如說我們在龍魂商店 如果看到敏捷 就是在這邊刷新的時候 有看到敏捷的魂域的話 基本上都買吧 敏捷最常用嘛 然後再來是霧連 然後再來是破甲 或者是法連 大概都這幾個是最常用的 OK 那這是神出格 建議的是敏捷跟那個鐵壁 那再來介紹我們的第二個 也是神陣營的 就是我們的神龐筒 那神龐筒無庸置疑的 他基本上 神龐筒的話 因為他是法商 他最主要是靠第三招在示範 就是全部法商 然後海外帶要驅散對方的所有的真因效果 然後真因效果又會打他的生命上限 所以神龐筒的吃飯的傢伙就是靠第三招 那等於說他的法商 攻擊力要最大化 所以他一定要裝法連跟破甲 法連就是 他兵法沒有比較 法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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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法連 就是 法攻的時候 他有機率再造成 再吃放一次技能 那 傷害或控制 會減減為原力要來的50% 但是他還是可以再攻擊一次 所以 像神龐筒這種 法商攻擊力超強的 他能再出手一次 基本上就可以再造成一次更大的傷害 所以就是 一般是裝法連 然後破甲 這個遊戲 我那個 除了敏捷之外 第二個最常用的就是破甲 破甲 破甲 破甲在哪裡 破甲 破甲 在這裡 破甲 就是 忽視對方的那個 防禦 然後如果一些防禦高的角色的話 他可以直接 忽視他的防禦直接打 所以基本上 他的推薦就是 法連加破甲 這就是他的那個 推薦 推薦的那個 裝備這樣子 就是法連跟破甲 這兩個 神龐筒的部分 因為他的 他的角色的定義就是 法傷 然後 高 然後又要那個 可以驅散 還有60% 那個驅散 全部真硬效果 所以 龐筒的速度 不能太慢 龐筒的速度 基本上 像敏捷 的 三個 兩個最吃敏捷的 一個是神諸葛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神龐筒 最主要是 他可以驅散真硬效果 那在對方 上完buff之後 如果你有機會 把他驅散掉的話 那基本上 是對你來說 是最有利的 那要不然人家都 那個攻擊都打完了 你才驅散 那也不用驅散 因為你的角色大概已經 東倒西歪了 所以基本上 神龐筒的話 他的速度 敏捷還是需要的 所以 布連 法連 那個 法連破甲 一般是這兩個 那敏捷的話 其實也可以帶 或者是 法連或破甲 可以拿掉一個 帶敏捷 如果怕出手太慢的話 那建議還是 法連跟破甲 讓他的傷害最大化 那如果你發現 你的那個 他的那個第三招 那個 驅散的 出手太慢的話 那你就裝那個敏捷 這樣子 OK 這是我們的神龐筒 那再來是我們的 華陀 華陀 就不用講了 就是我們的那個 補血大師 我們的 華陀 那華陀 一樣 跟那個我們的 那個 諸葛一樣 就是 他因為第一招 他可以補血 外加還可以帶免傷 他這個是免傷10% 如果你看圖鑑的話 他滿本的話是免傷15% 然後你受治療的效果 可以增加25% 所以基本上神華陀 手術也要快 因為第一個 神諸葛上那個八卦陣 上癱傷 然後第二個 神華陀 上那個人心 去免傷15% 基本上你的角色 大概就打不死 所以為什麼人家 那個路版的推薦陣容 就是雙豬雙關加神華陀 就是 諸葛 蜀國諸葛 加 那個 攻加速度 然後 神諸葛 去加攻擊力 加暴擊 還加攤傷 然後神華陀 再加免傷 所以全部 幾乎三隻 奶加下去 你的角色大概幾乎 想死都很難 而且神華陀 又會復活 所以基本上為什麼神華陀 算是那個路版的 標配陣容裡面 算是他也有他的那個 好用之處 就是因為他的那個第一招 他要免傷15% 所以他的兵法推薦的話 跟那個神諸葛一樣 第一個就是敏捷 出手一定要快 補血一定要快 要不然你的角色都死光了 你也不用補血 那免傷 免傷盾也要先加 要不然你的角色也死光了 免傷盾也沒有用 所以像這種buff的角色 基本上 這種buff的方式 就是 出手一定要快 就是一定要先上完這些buff 要不然 那個別人一招下來 就死光光了 所以滑頭一樣 第一個帶敏捷 然後再來是鐵壁這樣子 那後面比如說像 醫術啦 堅韌啊 不屈或進化那些都可以帶 那如果 目前台版只開放兩格嘛 一般就是敏捷或鐵壁 那如果你覺得滑頭出手還OK 你要換成醫術也是可以 醫術或鐵壁 那或者是醫術 或者是醫術加敏捷可以這樣子 看個人配置 反正 敏捷鐵壁 醫術大概這三個就選兩個去配這樣子 那 到大後期的話 基本上速度 影響的層面越來越廣 因為先出手基本上 就是 就是強 就是天下武功微快不破 先出手的一定是最有戰優勢 所以先出手的話 大家都在搶第一個先出手 所以滑頭的速度開始比較重要的時候 敏捷的部分就要提高一點這樣子 OK 大概是這樣 神滑頭就是這樣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神趙雲 神趙雲 基本上 神趙雲 神趙雲在 台版的話目前還是很強的一個角色 那到 路版 開放到目前340等以後 他的功用就會比較小 因為他是單體的角色 他是打單體的 然後他的一些傷害也不夠 他的一些招式追加傷害啊 反擊啊這些 初期前中期很好用 打關渡之戰很好用 打關渡之戰靠一個神趙雲 就可以推很後面 因為他是打單體 那但是 開始打PVP 或者是 跟人家對打的話 神趙雲的輸出真的是 不太夠 那他在前排檔的話 基本上 到後期的話 蘇國的那個 諸葛可以踢在他的位置 因為他的閃避夠 所以神趙雲到後期 比較少用 那前中期還是可以用 那前中期他的兵法推薦的話 因為他 會閃避 然後 啊不 他會回 他會反擊 他會反擊 他會追加攻擊 所以基本上 給他的裝備 基本上 兵法的話 就是武力 武力就是 基本上 是拿來加我們的 物攻 就是加我們的 物理攻擊力加5% 然後攻擊力會加60點 那就是 把他的物理攻擊力最大化 那第二個 就是加我們的四血 神趙雲算是 必 應該是 必要帶四血的 一個角色之一 他的 他的四血 四血是可以打 物理那個技能的時候 然後傷害20%可以恢復血量 所以 他的技能又可以反擊 那他的角色 他可以反擊 然後他又可以追加攻擊 所以他很適合帶四血 就是 一個打不死的小強 你打他他就一直反擊 然後他就一直 那個追加攻擊 追加攻擊之後 再靠 再吸血 就是在前面一直當一個 打不死的小強這樣 所以趙雲基本上 你可以帶武力 然後可以帶四血 然後你也可以帶自命 或暴追 自命或暴追 基本上就是 自命 自命或暴追 自命是加我們的那個 暴傷人 就是暴擊的傷害 因為他有那個 他有他有增加暴擊 然後再加暴追 就是你暴擊的話 可以再普攻一次 再進行普攻一次 那 基本上物理的 主攻角大概都是 脫離不了武力 然後 暴追 然後物連 再加自命 然後再加破甲 大概最常用的大概就是這五個 再加破甲這樣子 大概最常用就是這五個 就是物理攻擊角 大概都是這幾個 OK 大概神陣營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 魔陣營的話 最 排名第一 廣告打最兇 就是我們魔關羽 因為我沒有他 我知道 我知道拿圖鑑來講 那 魔關羽就是我們的 魔陣營算是最常用 而且是最強的一個角色吧 那魔關羽的話 基本上 他 一樣也是物攻 所以跟剛剛的那個什麼 神兆營一樣 武力 然後再加 因為他是 他跟那個關羽一樣 專門在 就是 他是攻擊手 拆刀隊 打全體 然後又打 那個抓後排 所以基本上他的攻擊力一定要強 所以他就是武力 然後或者是致命 還有破甲 大概就這三個在 就是 增加物理攻擊的部分 都是 都是他的首選 那 魔關羽要比較注意的一點是 魔關羽一定要先出手 然後 屬魔關羽再出手 因為 魔關羽基本上他的 後排能力沒有像 關羽這麼強 關羽他是 可以抓 最 那個生命值最低的角色 然後 打 三倍的傷害 然後低於生命值40%的話 傷害再增加 直接擊殺又吸血 那 他是打中後排 所以基本上 魔關羽的出手速度 一定要在我們的關羽之前 要不然 他的 速度如果在關羽之後的話 關羽是抓最後一擊 那 你關羽先出手的話 他的這個 第三招就廢了 他第三招的那個 生命值低於40% 傷害攻擊力加25% 這個 這個buck就吃不到了 那 後面擊殺就更不用講了 等於說你只有 如果你的前面這個 生命值最低 三倍的話 這個都還是 那個效用還不大 所以基本上 就是 魔關羽要先出手 魔關羽先出手 蜀國關羽再出手 那 這樣的話 魔關羽先打 先消耗對方的血 然後 蜀國的關羽去收頭 這樣子 那所以 魔關羽的速度 就要去配速 基本上 呃 隊伍的配速大概是 神諸葛一速 然後 華陀或者是月鷹二速 因為月鷹的部分也是 他也是有加攻擊力 加攻擊力 所以 月鷹或華陀二速 那 三速一般是魔關羽 三速 三速是魔關羽 先 先打 兩個buff吃完之後 魔關羽給他打下去 魔關羽打完之後 數魔關羽 就再給他收頭 這大概是 隊伍的那個 攻擊順序 那第五隻就看是哪一隻這樣子 那或者是比如說一二八幅玩 然後第三隻看是誰 反正 魔關羽的攻速一定要在數魔關羽 後面就對了 那 所以魔關羽的速度就不用太快 那 不是不用太快 他的速度要跟關羽去做匹配 就是他要比關羽的速度還快一點這樣子 那要記得 就是要不然 順序兩個顛倒的話 攻擊力會差很多 大概是這樣 那所以魔關羽的部分 就是帶武力 帶致命 帶破甲 那速度自己要調整好這樣子 快於關羽就可以了 那不能高於那個 不能高於那個 那個 就是神諸葛加 法頭或者是月仪這樣子 要不然 Bug還沒上 他們兩個攻擊手就先攻擊了 那 那個攻擊力會差很多 OK 大概是這樣 那再來介紹 神魔陣營介紹完 大概就介紹蜀國好了 蜀國最常用的就是 蜀國諸葛啦 雙豬雙關隊 蜀國諸葛 蜀國諸葛一般 查資料的時候 蠻多人就是 會覺得蜀國諸葛 是很需要 很需要 就是一定要一速 就是 他很需要出走速度 其實 好像不用 蜀國諸葛基本上他的 技能 除了 那個法昌之外 他有補血 補血完之後 還有增加速度加攻擊 那 然後他還有就是增加速度嘛 增加攻擊力這樣子 那他基本上不用像那個 不用像我們的神諸葛 或者是神華陀 一定要搶第一個出手 他基本上 比較多人建議他是 呃 神諸葛一速 那蜀國諸葛就尾速 那等於神諸葛上完 霸葛之後 神諸葛上完 攻擊 跟那個 暴擊的 那 滑陀這些 上完 減傷免疫盾那些之後 兩個打手打完 蜀國諸葛也可以最後出手 那 那回復大家的血 然後再拉大家的速度 那基本上蜀國諸葛的話 他的效益就會比較大一點 這樣子 那如果要 先讓他 加速度加攻擊這些也可以 但是他可以不用 高到第一個出手 第一個出手的一定要是神諸葛 最主要是 神諸葛他有這個攤傷 攤傷效果 讓你的角色不會直接被秒殺 但是蜀國諸葛沒有 蜀國諸葛只有加你的速度跟攻擊 他不會保護你的角色 所以基本上你叫他 那個速度第一個出手的話 沒有比較強 那你的角色如果是沒有那個 上那個罩子的話 上神諸葛那個攤傷的罩子 或是像滑陀上他的人心的話 基本上你的角色 說不定一下去就被人家直接秒掉 所以蜀國諸葛其實建議有些是 可以當尾數去拉手 就是補血然後再拉速度這樣就可以 那所以他的 他的那個 就是 兵法 他的兵法基本上 可以帶閃避 或者是帶法蓮 他的兵法 他的兵法 他都有一些比較好暗的地方 他的兵法一般可以上 法蓮 法蓮在哪裡 他每次那個順序都不太一樣 反正他可以上法蓮 就是他可以 法術 用完之後 他可以再 就是可以再出手一次 法蓮在哪裡 法蓮 就是他可以加 就是我們屬諸葛 他可以用法蓮 就是 法傷弓弄完之後 他可以再4號技能一次 那或者是像 他可以放閃避 因為蜀國諸葛 他基本上他自己本身技能就有增加閃避率 那他到大後期的時候 蠻多人 把 隊伍的第一個位置 坦的位置給我們的蜀國諸葛 就是完全是靠閃避在示範 那如果帶武力跟法力攻擊的話 傷害又減5% 簡單說就是把蜀國諸葛當半坦再玩 就是把蜀國諸葛當半坦再玩 因為他可以增加那個嘛 他自己本身被動有閃避嘛 被動閃避完 他的滿級的閃避 看一下是幾% 性能還蠻高的 欸10%還是10% 他的 那個 帶閃避 然後他攻擊標是可以增加攻擊傷害 然後又可以增加速度這些 所以基本上 蜀國諸葛 有些人把他當成半坦再玩 後期 大好期的角色 因為坦 這個遊戲虎味真的很不吃香 那所以基本上這個角色 這個遊戲大概就只有我方式跟猛將 或是謀士 比較多 虎味基本上沒有用 那所以 再來三 雙關雙豬加華駝 所以你只有奶的行方下 你沒有坦 所以蜀國諸葛算是半坦的角色 所以基本上他也會帶閃避 那閃避跟法蓮基本上是必備的 再來鐵避不屈 這些你就可以考慮一下 鐵避不屈或金剛 這些那個 目前只有開放兩個嘛 所以大概就是鐵避跟不屈 那如果是之後有開放七格的話 那就是鐵 那個不屈 然後金剛 這些 像堅韌也可以 不屈 比如說這樣被 因為到大後期的話 爆擊是真的很痛 所以基本上抗爆 然後抗爆擊 抗爆傷這些都要有 這些都要有 還有抗控制 堅韌 避免被控制對控制這樣子 那初期的話還是 那個閃避跟法蓮比較好 那蜀國諸葛大概是這樣 那再來是蜀國關羽 那個蜀國第二個最常用的角色 就是我們蜀國關羽 那蜀國關羽也不用講了 蜀國關羽就跟那個打手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就是霧連跟破甲 霧連跟破甲是最最必要的 因為他也是攻擊手 他也是吃霧傷的 而且他是抓後排的 所以也是把他的那個攻擊力最大化 那個霧連跟破甲 那再來增加暴擊率的啊 比如說那個暴 增加暴擊率的 像比如說致命 致命也可以帶爆傷加10% 或是增加暴擊率的 那個必殺或者是致命也可以 致命必殺 那嗜血不用 有些人如果要續戰力的話可以帶嗜血 但是一般就是把攻擊力撐到最高 致命必殺或暴追 也有人在帶暴追 大概就這三個 其他的大概就比較比較少在用 破甲 主要他的那個就是霧連跟破甲 基本上那個只要是攻擊手 大概不會脫離霧連跟破甲 或者是法連或破甲 大概就這兩個 那武力的話他也要帶 因為他是不是走霧傷的 霧傷、致命、必殺 大概就這三個 然後霧連跟破甲 所以大概就是這兩個必備 然後這三個選配 等以後開放多 比較多格的時候再選配 那兩個的話就是選霧連跟破甲這樣子 OK大概是這樣 那這就是我們蠕國關羽的那個兵法 那月鷹 月鷹基本上就是低配版的滑陀 他一樣是加攻擊、加生命 然後加攻擊 然後他可以復活 所以基本上月鷹 為什麼月鷹到 月鷹是一個很好抽的角色 那他那個 不要以為他就是很好抽 就是他很爛 他到大後期都還有用 只要在你滑頭沒有練好之前 月鷹其實完全可以取代滑頭的位置 因為月鷹的那個第一招 他完全是靠他的第一招吃飯 他的第一招可以加30%的攻擊 30% 而且不同武將的技能 他的門的buff是可以重疊的 所以為什麼 那個神諸葛他的第一招 可以加25%的攻擊 然後又加20%的暴擊 然後再加蠕國的月鷹的30%的攻擊 這兩個人的buff一加下去 然後再給這兩個 那個魔關羽跟蠕國關羽兩個人去收頭 基本上雙關雙豬加月鷹的攻擊力夠 完全就是靠我們的神諸葛 再加我們的月鷹的buff 所以月鷹基本上就是低配版的滑頭 那他的兵法就跟滑頭一樣 一樣就是那個 敏捷鐵壁 大概就是這兩個 就是追求二術 他們一定要二術 因為你的buff 那個你不能再攻擊手都打完了 才上buff 那太搞笑了 所以基本上buff類的角色一定要先出手 先上完buff攻擊手才打 所以他的那個兵法就跟那個滑頭一樣 敏捷鐵壁 那如果覺得需要他補血的話 你就帶個一術也可以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三個選兩個這樣 那基本上 他的出手跟神諸葛一樣 一個一術一個二術 所以敏捷的部分 他大概也是必備的啦 只要是敏捷的 基本上都要給那個爭議的角色這樣子 OK大概是這樣 所以月鷹大概是這樣 其他的話像比如說魔女布 魔女布他就是單體的攻擊最強的角色 剛剛魔關羽是全體傷害 那魔女布基本上打boss很好用 但是打架不好用 因為打架只有打一個人 所以他又是專打前排 然後打虎衛好像還有加神 但是虎衛基本上沒有人在帶 就是因為這個遊戲的虎衛真的是太爛 所以說虎衛基本上這個技能也沒什麼在用 所以魔女布基本上就是那個物傷的角色 所以基本上也是帶武力帶致命 或者是物連跟破甲這樣子 大概就是帶這些技能 物理攻擊角大概都是這些技能 那夏侯 夏侯敦 比如說衛國的張療或夏侯敦也一樣 就是帶我們的武力 那物連或是破甲還有致命這些 就是物理的攻擊手常帶的 物連破甲必備 武力致命必殺選配 那反正就是這五個去選 那比較推薦的一般都是物連或破甲 或者是武力或致命 大概就是這樣 大概就這五個去選這樣子 好大概是這樣 所以其他的部分 比如說像魏國的國家 比較二線的一些輔助角 那還有一些小橋 比如說巫國的小橋 也那個也蠻多人在用的 巫國小橋 那這些角色一般大概都是 敏捷或鐵壁比較多 就是反正輔助角基本上就是走出手 然後走那個不會死的路線 所以基本上就是走敏捷或鐵壁 那如果你需要他補血的話 你就帶醫術這樣子 那如果你不需要他血量補到這麼高 你就加敏捷或鐵壁 所以輔助角就是加敏捷或鐵壁比較多 就是加敏捷 敏捷基本上每個人都會 就是不管打手啦 輔助啦防守的都會用到 蓄手量最大 那再來是鐵壁 鐵壁就是這樣我們的 在哪裡啊 鐵壁就是增加我們的防禦率 鐵壁要去哪裡啊 鐵壁鐵壁 喔這裡 減少物傷 這個遊戲的法傷角色不多 除了神龐蟲之外 其他法傷角色很少人練 像周瑜啊那些都很少人練 所以一般都是物理隊比較多 所以鐵壁基本上就是每個輔助必備的 就簡單說就是不要被一倒秒殺 或是直接一回合都沒撐過就死掉了 OK大概是這樣 那再來其他比較常用的角色 特別一點像蜀國張飛啦 蜀國張飛基本上他是個特別 比較特別的角色 他是被人家打的時候他可以增加怒氣質 然後怒氣質之後增加完之後再一次給他轟出去 所以基本上他的角色跟一般輸出角不太一樣 他的話是直接上那個 他對速度 那個張飛基本上他需要出敏捷 他不需要出物連跟破甲 因為他的攻擊力是來自於他的怒氣質這些 他要撐得下來他才能打得出去 所以基本上 張飛第一個要撐的是敏捷 然後再來是增加那個 你可以把他當坦再玩 增加那個抗爆啦 金剛啦 或者是不屈啦 或者是鐵壁這些 那他撐得下來 然後怒氣質能激了之後不會死掉 他才能把這些傷害打出去這樣子 所以張飛算是比較特別的一個角色 他是物理攻擊手 但是他不需要追求最高攻擊的敏捷或是破甲 他要追求的是他的防禦力 他要能撐得下來這樣子 OK大概是這樣 那其他的角色大概大同小異 因為台版目前只開放兩格 台版目前只開 兵法只開放兩格到十一間只開放兩格 所以基本上 輔助的角色 基本上就是敏捷 然後鐵壁 大概就是最多就是用這個 就是台版的話 敏捷鐵壁 那物理攻擊手 基本上就是霧蓮跟破甲必備 霧蓮跟破甲在哪裡 破甲 霧蓮跟破甲必備 那像那個法傷 比如說像是那個龐統的話 就是法蓮跟破甲 法蓮跟破甲 那神龐統又需要出手速度比較快 因為他有驅散的效果 他有驅散的效果 神龐統因為他有第三招 他需要驅散的效果 所以他的出手要快 不要人家打完了之後 你才驅散人家 這已經沒有用了 所以神龐統是法傷裡面 也要追求比較高的速度的 一些一個角色這樣子 OK大概是這樣啦 其他角色因為比較不常用 所以大概也就沒有了 那如果有些人用一些冷門角的話 有需要我再 就是也可以留言或回覆 我到時候再來找 就是看看有沒有什麼 比較一些冷門角色在用 那像趙雲 其實趙雲初期也是蠻多人在用的 那他也是推那個破甲 或者是鐵壁啊 金剛不屈這種 因為他是虎衛 這個遊戲的虎衛真的是 比較少人玩 那因為他一開始那個 一開始的腳就是有送 所以一般虎衛的話 基本上就是 蜀國趙雲或者是魔典尾 大概是這兩隻角色 算是最 比較多人在用的虎衛 那那個魔典尾如果有人用的話 記得他的那個 那個出手速度也很重要 因為他他也需要那個 他要上詛咒 他要上詛咒完 他那個 詛咒是被打的時候 司法者會多30%的無視防禦的傷害 所以 三個最吃角色的速度的 就是神諸葛 神龐統加魔典尾 這些都要先上對方的buff 或者是 就是去掉對方的這種buff 一定要先出手放 要不然你攻擊完再放這個已經是沒有用的 所以 如果有戀魔典尾的話 他的那個敏捷 那個 請比照那個神諸葛 出手一定要快 先把對方先那個 上詛咒之後再打 會比較痛 OK大概是這樣 這就是我們的兵法系統 那兵法系統 基本上 就是在兵法這邊 然後這邊可以買 就是可以買魂域 然後去買 那升級就跟剛剛講的一樣 升級就是 三個一樣的 三個一樣的魂域 再加那個 龍魂域 然後去合成這樣子 那他的那個 兵法的 兵法 他可以消耗一樣 就是消耗這些龍魂域 這些大概應該都知道 那遺忘的話 他會返回龍魂域 他不會直接退給你一個新的 他會反 我記得好像 返回 才返回一千而已吧 我買 是買大概兩千多嗎 反回大概只有 反回一半的那個 龍魂域而已 OK 而且 記得不能重複帶喔 他只會優先取 那個最高的 大概是這樣 台版目前只開放兩個 以後 陸版還會開放七個 所以以後選擇會比較多 目前選擇比較少 大概 配法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兵法傷神就在這裡 OK大概是這樣 今天大概是講一些 兵法的配置吧 所以 有什麼 講漏的 或是比較少講的話 可以在留言 我到時候再查一下資料給大家 或是有疑問的話 因為目前我只查一些 比較 以後可能會常用 或者是 比較實用的角色的一些兵法 那因為 兵法 大同小異啦 就是 如果有七個的話 就是目前只開放兩格 開放兩格 大家用的都差不多 等到開放七格的時候 才會有明顯的差異 因為 神諸葛一般 只開放兩格 就是帶明劍或鐵幣 那 像比如說 不驅啊 金剛啊 或是那些 每個人帶的 後期開始就比較不一樣 還有人帶神機 帶還魂都有 那 就是這麼多 每個人的 要到開放七格之後 大家才會有一些明顯的差異 目前只開放兩格 大家的兵法 用的那個 種類應該都差不多 這些什麼奉獻 這些基本上 大概都不會用到 會比較用到的 大概 像閃避一般是 蜀國諸葛比較常用 之外其他角色也很少會用到閃避 反正最常用的就是那幾個 尤其是敏捷 在商店看到敏捷 記得要先買 因為這個 這個用量是最大的 再來是 物聯的 物聯跟破甲 大概是這 這三個是最常用的 還有鐵壁 那個 輔助角最常用的 大概是這樣 就是這幾個 其他怎麼掌控啦 霸體好像還有看過 反正這些基本上 這個遊戲的反彈傷害 真的不是很吃香 基本上有跟沒有是一樣的 所以 基本上 像郭家的那個反彈盾啊 或者是這種 冰法的反彈 幾乎很少人在帶 直接攻擊比較快 不用反彈 然後什麼 集製啦 集襲啦 這些 基本上都比較沒有人在帶 金剛反而還有人在帶 就是降攻擊 降傷害 然後降抗暴 抗控制 抗暴抗控制的這種 比較不屈 以後 後期的時候 不屈算是一個很常用的一個技能 啊 冰法 因為暴擊一次 有可能就直接被秒了 尤其是像張鳥這種 聚集關羽 如果你是被暴擊 大概就直接 大概就聚聚了 所以基本上不屈之後 那個 開放七格的時候 會比較常用 堅韌也是 抗控制 那個 比如說 對方控制角比較多的話 像比如說有張招 會冰 神機 有些 真的 第七格不知道帶什麼的時候 有些人會帶神機 一開始的時候 怕對手的先手太快 先跟你上debuff 像剛剛的魔點尾那些 或是像魔貂蟬 這些 那 基本上就是用神機去解 自己的那個 所有的負面傷害這樣子 那其他這些就很少用 什麼減速啦 挑釁啦 驅散 強襲這些基本上都會用不到 會用到的都是他推薦你的這些 常用的兵法 好 大概是這樣 那兵法大概就介紹到這樣吧 之後 我再整理一下 有關寶物的資料 因為台版有開放寶物了 這樣 台版目前有開放寶物 但是 寶物目前因為還沒拿 還拿不到 寶物有點像是那個 火玩魔靈的那個符文 它有四套裝有二套裝 那每個套裝有每個套裝的加成 然後帶兩件增加3% 帶四件可以增加幾%這樣子 然後神隱星到四星 然後套裝有很多種 其實套裝類的東西還蠻 也是蠻多可以介紹的 就是像比如說神諸葛 神諸葛一般有些人就是帶 反傷的套裝 帶這種反傷套裝 被打 攤傷之後再給他反彈回去 反彈自己生命值上限的2.5% 傷害又無時防禦 所以像神諸葛這種 打不死的小強 基本上就是帶這種 反傷盾 反傷套 那比如像滑駝 滑駝這種補血的 基本上就是帶回春套 就是 治癒 可以多增加20%的那個 多一個傷害吸收盾 那 這個寶物的部分到時候 在以後之後再介紹好了 就是先介紹兵法這樣子 OK 大概是這樣 介紹有點雜 嗯 就是 可以當個參考 那有問題的話再留言一下 我再 我再查資料也可以 OK 大概是這樣 那今天也沒有到這邊的處 喜歡的話再歡迎支持一下 我是宣老 感謝收看 下次有緣再見 謝謝